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0月13日 英格兰匈牙利激战成河 周三凌晨 世界杯欧洲区外维赛爱组上演一场精彩对决 匈牙利作客挑战英格兰 上半场 哈利 卡尼产射片出 路基 舒尔犯规送十二马 路兰 沙拉尔主罚破门 随后约翰 史东斯门前射门得手扳平比分 下半场 双方互有攻守 可惜未能改写比分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英格兰与匈牙利战合1比1 此一过后 英格兰八战路得6胜2合击20分继续领跑 而匈牙利八战取得3胜2合3负击11分 比赛开始 9分钟 英格兰发动反击 路基 舒尔左路传中 哈利 卡尼门前铲射偏出球门 24分钟 路基 舒尔禁区与防守球员争抢球 十台脚过高 球正毫不犹豫 将手指向十二马位置 路兰 沙拉尔亲自主罚命中目标 匈牙利1比0 英格兰 27分钟 哈利 卡尼进区内被防守球员拉拽倒地 球正失忆没有问题 比赛继续进行 37分钟 菲尔 科顿开出前场右侧罚球 约翰 史东斯后点抓住机会轻挑破门 英格兰1比1凶牙利 45分钟 路基 舒尔左路斜船 拉签 史达宁进区后点头锤攻门被门降扑出 随后捕射偏出球门 半场战罢 半场战罢 双方暂时战合1比1 一边再战 57分钟 哈利 卡尼 湖顶连续假动作 晃开防守后远射被门降没收 62分钟 菲尔 科顿开出脚球 约翰 史东斯人群中高高越起头锤 攻门偏出 69分钟 英格兰策动反击 哈利 卡尼一路带球到禁区左侧直传 拉签 史达宁面对门降没有形成射门 84分钟 布卡约 沙卡后场失误丢球 飞了 贺兰达禁区左侧都射滑门而过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英格兰1比1战和匈牙利 你正在收听的是 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